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符号数的算数运算 通过引进补码可以将减法运算转为加法运算 也就是说x加y的补码可以等同x的补码加上y的补码 x-y的补码就等于x加上负外的补码 也就是说x的补码加上一个负外的补码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x是一个附属,y是一个正数 我们来求x和加y的负 那么x的补码,x的原码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格式 最高位为1,后面都是它的真值 x的补码呢,我们就是在x的散码的基础上加上1 就得到它的补码的形式 那么y的补码呢,就等于y的原码 因为y是一个正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x加y的补码就等于x的补码加上y的补码 通过上面的x补码和y的补码求和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数值 我们现在再说一下符号数运算中的溢出问题 溢出判定的一个准则 那么两个同符号二进注数相加或者一符号数相减的时候 如果最高位的净位加上一个次高位的净位等于1呢 那么这个结果就表示溢出了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思考题 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在溢出判断上有什么不同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如果x是这样的一个数 y是这样的一个数 那么x加y我们可以用这个式来表示 在进行这个运算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是 次高位向最高位有净位的时候 而最高位向前没有净位了 这时候就会产生溢出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数其实都是正数 但是它们最后相加得出的结果是负数 结果显然是错误了 最后我们介绍一下定点数和幅点数的一个基本概念吧 首先我们看一下定点法 小数点在数中的位置 如果是固定不变的就成为定点法 以定点法表示的时数呢 就成为定点数 定点法表示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规定小数点固定在最高数值位之前呢 也就是说它所表述的数全都是小数 那么它能所表示的一个数的范围 就是这样的一个式 它能表示数的一个最大的角度 就是1减去2的负N字方 这里N呢就是说数N的一个位数 最小的角度就是2的负N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说小数点固定在最高的数值位之后 也就是说 它能表示的所有数全都是整数 那么它能表示的一个数值N的范围 是这样的一个式 那它能表示的数的最大绝对值呢 就是2的分次方减1 然后它的最小绝对值就是1 通过这两种方法 来表示定点法的一个范围 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定点数 它表示的范围其实是有限的 比如我们现在用的大部分的机子 可能还是只有32位 有一些还双合的比如说64位 64位的数 那么它所表示的范围也就是 也就是2的 最大值比如说分法1表示1的 1减去2的负的64次方 就是这样的数值 所以它的在一些大的运算系统中 需要一个大的运算量 它数不断的进行运算 它积累出来的值 可能会超过这个值 就很有可能会造成移除 我们再看一下符点数 任一个二进制数 N我们可以显成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正负D乘以2的正负P次方 我们这里D呢就称为尾数 它是指名数的全部有效数字 前面的符号称为数符 表示数的符号 用尾数前的1位表示 0它表示正 1表示负 P呢就称为阶数 它前面的符号称为阶符 用阶码前1位表示 0表示正号 1表示负号 由此可知呢 我们将尾数D的小数点 向右或向左移动P位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数了 所以呢 阶符和阶码都是指名了 小数点的位置 小数点随着P的符号和大小 而浮动 这种数呢 我们就称为辅点数 辅点数我们用这样的编码格式来表示 最高位就是阶符 紧接着就是阶码 然后是数符和尾数 如果说阶码的位数是M 然后尾数的位数是N 那我们复点数的一个取决范围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数字来保释 看这个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 发现呢 它表示的范围是非常大的 对于现在的 比如说是32或64位级来说 它的范围 就是后面这个数的范围 带进去 这个数字应该是相当大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会溢出的 因此在一些大的 需要不断的累加数的运算系统中 一般是采用福点数进行预算 讲到这里我们就 对我们学习嵌入式原理及应用这门课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数字 转换以及福点数和定点数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接下来我们将正式进入我们这本 嵌入式系统 这门课 第一章呢 嵌入式系统的概述 这一档的内容啊 我们是分这几个方面来介绍 首先要介绍一下嵌入式系统的概念 以及它的处理器的发展 还有嵌入式系统的特点 组成 种类 介绍一下嵌入式系统处理器和专用集成电路的一些关系 最后指出嵌入式系统的发展趋势 应用 当然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方面就是嵌入式系统的调试方法 我们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远程调试了 主机调试方式了 包括解采和BDM等等方式 通过这些不同的调试方式 我们来了解嵌入式系统 它是怎样在一个环境中开发 并且怎样去在这种环境中来调试的 最后我们小结一下本章的内容 嵌入式系统的定义 其实目前对嵌入式系统定义的有很多种方式 我们主要归类一下有这种方式 第一种嵌入式系统 它是以应用为中心 计算机技术为基础 软硬件可裁减 适应应用系统 对功能可靠性 成本体积 功耗严格要求的 专用计算机系统 这也是目前比较 大部分 绝大部分能接受的一个定义 这句话的意思呢 指出了嵌入式系统 它的目的呢 就是应用为目的 它是以计算机技术作为基础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嵌入式系统 它是随着计算机的不断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技术 它的许多 比如说开发环境 开发工具 包括一些程序调试 都是可以在计算机的 计算机中玩来完成的 软硬件可裁减 也就是嵌入式系统 它是某一种应用为目的的 在这种特殊的目的 目的的基础之下呢 可以设计自己的独有的硬件平台 并开发自己独有的软件 因此它这个软件 软硬件 是可以裁减的 也可以 比如说根据功能的 不断增加 我可以增加一些硬件 增加一些软件 我也可以 比如说 我们需要更新换代 升级产品 以前的功能 如果可以不需要了 我们也可以去掉 因此 它的嵌入系统应该收拾 它的应用是非常灵活的 因为适应应用系统 对功能可靠性成本 体积功耗严格要求的 专用计算机系统 这句话说明 它与以往的 我们通用的计算机系统 是不一样的 它的功耗更低 体积更小 成本当然也更少 但是可靠性会更强 第二种定义是这样定义 它是把基于处理器的设备 都称为计算机 把计算机分为两大部分 以通用计算机 和嵌入式计算机 嵌入式系统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 嵌入式的计算机 因此嵌入式系统 被定义为 非通用的计算机系统 第三种定义 它是一种 不是很严格的一种说法 它是这么说 任意包含一个可编程计算机的设备 但是 这个设备不是作为通用计算机而设计的 因此一台个人电脑 并不能称之为嵌入式的计算机系统 虽然我们个人电脑 经常用于搭建嵌入式计算机系统 还有一种定义方式 比如维基学会 进入美国的IEEE学会 用美国电子电工学会来定义的这种 嵌入系统是以嵌入式应用为目的的计算机系统 分为系统机 板机 和片机 那么系统机呢 是包括各类公控机 比如说PC-104模块 板机呢 它是包括各类在CPU的主板和OEM产品 片机呢 是包括各种单片机 DSPV处理器为核心的产品 我们再看一下嵌入式系统 它的概念 第三部分 嵌入式系统呢 实际就是一个软件和硬件的一个集合体 它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 硬件呢 它是包括嵌入式的处理器啊 控制器啊 数字信号处理器等等 还有一些存储器设备 比如说一些ROM啦 RAM啦 还有一些Flash等等 还有一些出入和输入的端口 图形控制器等等 软件呢 软件部分的主要是包括一些操作系统 还有应用软件 根据它的应用目的 它的那个软件和操作系统是不尽相同的 而且嵌入式系统 它几乎应用了我们现在所有的电器设备 比如说我们个人的数字助理 PDA啊 手机啦 机顶盒 所谓的机顶盒就是在电视机上面放了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呢 通过一定的接口 跟电视机 还有Internet 相连接 可以实现我们电视上网 还有汽车控制系统啊 微波炉控制系统 电梯系统啊 安全系统等等 还有医疗器械 用曲管机等等 都应用 嵌入式系统来作为他们一些处理的方式 嵌入式系统它是面向用户 面向产品和面向应用的 如果说是它是独立于应用的 那么它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了 所以说我们嵌入系统的开发 很多不是需要计算机专门人才来开发的 它可能需要别的专业 比如说我控制啊 我医学啊 等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辅助一定的电子技术 比如说包括一些 当然也包括计算机专业技术 人员一起来乘以开发的一个系统 这样我们嵌入系统和通用的 通用的计算机系统 就有不同的技术和用指标了 比如说它功耗更低 体积会更小 成本也会更低 可靠性更高 速度处理能力更强 电子兼容性 也会受到电子兼容性 会更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 就是汽车刹车和稳定的控制系统 也就是说所谓的我们的防BOSS系统 这个大家可能很多同学都听过 或见过这样的装置 这个防BOSS 这个例子 防BOSS系统呢 是装在一个宝马汽车上的 它是一个带有控制车容的一个精力系统 它可以用于刹车是避免车辆打滑呢 还有我们下面所要介绍 还有这种自动 还有介绍的这种自动控制系统 也就是AIC 夹梯这种系统 它是用于车辆行驶过程中 控制发动机来保持车身的稳定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防BOSS系统的控图 这个控制就给出了一个车辆控制系统 是如何实现它的功能了 我们设计这个系统的目的呢 它就说是这个例子 就设计防BOSS系统的目的 就是在汽车制动的过程中 当车轮转动太慢的时候 就临时拖开刹车了 因为当汽车车轮停止运动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打滑 这样的话 那么汽车我们人就是 对汽车的一个控制了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系统方图 这个系统就是在液压泵和刹车之间 我们看一下这个液压泵 液压泵是跟那个 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汽车的一个 浮世图 这两个丝块黑色的地方 应该是它的轮子 就液压泵 它为刹车提供了能量 这种 看一下我们这个图的连接方式 这种连接方式呢 就可以是ABS 就可以调节刹车系统 使它的车轮不至于一下子就锁死了 它这个系统是通过 它是怎么调节呢 它是通过安装在 每个车轮上的传感器 探测它们的速度 然后就说 这个ABS 然后就设定它们的速度以后 经过自己的系统的判决 来改变 压缸的压力 来防止车轮打化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嵌浮世系统的发展 嵌浮世系统发展 离不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因为正是由于计算机的 技术的发展 把推动的整个轻入系统 不断的发展 尤其是在微处理器 温室以后 轻入系统得到了一个更大的 广阔的发展的空间 微处理器呢 它是基于超大规模 继承电路的技术发展的 那许多生产厂家 已经推出了自己的处理器产品 比如说英特尔的 摩托罗拉的公司等等吧 这些那个微处理器呢 都是为核心构成的微型计算机 OEM轻入系统系统 被广泛的用于制造仪 制造仪器啊 医疗设备 机器人 家用电器等等 这个时代的 它的轻入系统是以单板机的 形式存在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微电子供应水性的提高 集成电路的制造商 开始把嵌入式应用 所需要的微处理器 IO端口啊 比如说AD转换 转换啊 DA转换 还有一些串型接口 还有RAM呀 ROOM等等 全都集成了一个超大规模 集成电路上 制造出了面向IO设计的 微控制器 这就是所谓的嵌入处理器 有时我们也称为 这种嵌入处理器 为单片机 其后它发展了 DSP产品 更是提升了 嵌入式计算机系统的 技术水平 比如说TI公司的 TMS320 从这个产品以后的 都续发展进行的 C6000 C5000等等系列 以及还有ADI公司的 SHAK系列 虎杀系列 包括现在出现的 TS201系列 都推动了嵌入式系统的 一个更巨大的发展 就是为了嵌入式系统 以后的发展 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作为嵌入式系统的核心 嵌入处理器 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发展的 第一弹的嵌入式的处理器呢 它是1971年 11月英特尔公司 它成功的把算术运算机 和控制器电路 集成在一起 推出了世界上第一片 嵌入式的微处理器 就是英特尔4004 它是用于计算器 后来呢 很多厂家又推出了 8位啊 16位的这种 微处理器 到了20世纪的 70年的后期 思维逻辑控制器 就发展了8位 以摩托拉拉公司 推出的8位处理器 比如说MC 6800 MC6801 等等为代表吧 它们当时就是 代表了 当时微处理器 发展的一个典范吧 当然了 还有英特尔同期的 也有一个代表产品 就是它的8048 到第二代嵌入式 去处理器 最早呢 它是采用那个 互补型的金属氧化物半导器 它的工艺处理器 是摩托拉拉公司的 MC146805 这个时候是在 出现在20世纪的80年代 到了82年以后呢 CMOS工艺呢 逐渐是被高速 低功耗的 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这种工艺所代替 从1982年 一直到了 到现在 已经发展了 很数百种这种 这种类似 MC68HC05的 这种器件 当然英特尔呢 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 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是 8051系列 这个大家应该是 比较熟悉了 很多人也可能 都用过这些 这些器件 第三代嵌入式的处理器呢 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就是集成度越来越高 还有很丰富的外设 同时呢 就像扩展型 同时呢 可扩展型 像存单片型的发展 为什么就说是可扩展型 存单片型的发展呢 这样呢 就是说把周围的 外设都集中 比如说IO啊 RAM啊 RUM啊 存储器等等 一些集中在一个芯片上 我不需要外加 或外加别的东西 这样呢就可以降低了整个整机的成本 就可以防止伪造 而且呢 现在当第三代处理器的时候 又出现了 就是将多个CPU 进入到一个微处理器中 比如说MC14 3120啊 MC14 3150啊 都集成了 它们中集成了三个CPU 一个是用于IO控制的 一个是用于 以太网 通信协议的 一个用于总体协调的 到了第四代潜入处理器 潜入式的处理器 Flash的使用 使微处理器的发展 进入了第四代 在这一代的 到了第四代 也就是目前我们发展 现在用的很多的 轻入式处理器 它是 现在低功耗 高性能 高集成度 更高集成度的 这方向来发展 很多微处理器的工作 电压都降到了3.3V 而且也出现了 比如说2.7V 1.8V的微处理器的 那个 也出现了 有的甚至 它工作电压降到了0.9V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 一些信用卡 玩具 家电 然后一些机器人 等等 都有 我们就现在用所用的 这种 第四代 潜入处理器来 处理它们的核心部 下面我们看一下 潜入式系统的特点 潜入式系统呢 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和通用计算机系统相比 第一点呢 比如说 潜入式系统它是 面向特定应用的 因此呢 潜入式的CPU和通用的CPU 最大的部分就是说 它 它是为特定的用户群来设计的系统 比如说我们arm系统 很多是用于手机当中的 比如说摩托拉的龙珠 用于很多的PDA当中 比如说AD公司的DSB 很多是面向通信 维达导航等方面 一般的情况下 就决定 潜入式处理器的 应用环境的一个因素呢 就主要是 紧张的外部接口的功能 和处理速度 而现在的处理器 一般发展的是 低功耗 体积小 低声度高 等等这些特例 当然了 潜入式系统 它是将先进的计算机技术 本导体技术 还有电子技术 和各个行业的 具体应用的一个产物呢 这一点呢 就决定了 它必然是一个技术秘籍 资金秘籍的 一个新的知识系统 第三点 潜入式系统的硬件和软件 都必须要有高效率的设计 量体裁议 去除荣誉 低功在同样的硅片面积上 实行更高的性能 这样才能在处理器的具体应用中 具有更高的竞争力 第四点呢 就是潜入式系统的软件 与通用计算机软件是不同的 主要是表现在下面这几个方面 就软件它一般是要求固化的 大多数的潜入式系统的软件 它一般是固化在主动传入器 比如说 Flash啊 Room里边 也就是说 当我们设计成了一个 嵌入式系统的时候 我们一上 当系统一上电 主处理器 也就是所谓的 嵌入式处理器 它就会自动从 外快的Flash 比如说Room当中 把我们这个系统 整个系统所要运行的一些软件代码 读到那个处理器的内存当中 来进行执行 嵌入式的系统软件 它要求高质量 而且是要高可靠性 而且许多系统 现在越来越多的系统 要求实时处理的 比如说 雷达方面 通信方面 导航方面等等 这些在军事领域 运到的嵌入式系统 很多是要求高的实时处理能力的 第五一个方面 嵌入式系统和具体应用的 有机结合在一起 它的升级宽带 也是和具体产品同步进行的 所以嵌入式系统的产品 一旦进入市场 就比较强大 是内周期了 但是有一点 我们需要了解的 就是嵌入式系统 它本身不具备自我开发的能力 下面我们看一下 嵌入式处理器的特点 嵌入式处理器呢 第一个呢 就是它可以支持多任务 而且它的中段响应时间很短 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 同时完成不同的任务 两到三个任务 比如说我们可以同时进行外部数据读取 一边读取外面的数据 我们可以一边处理自己的算法程序 这是可以完成的 而且它的中段响应时间是非常短的 第二点呢 它就有很强的存储区保护功能 这是由于嵌入系统 它的软件结构已经模块化了 而且这样可以避免在 软件模块之间出现错误的交叉作用 同时也有利于软件诊断 第三一点就是它是可扩展的处理器结构 能够迅速的扩展出满足应用的最高性能的嵌入式处理器 比如说ARM系列的TDMI内核 处理器它可通过扩充外部接口 可以形成网络控制器 对于进行多媒体应用等等 还有一点 它的功效是 现在嵌入处理器的发展功效是越来越低 特别适用于便携式的无线还有移动的计算以及通讯设计中 靠电池供电的侵入系统 有的功效甚至可以达到好瓦机和微瓦机 还有一点 嵌入式处理器它的集中程度高 而且有丰富的IO 这样就为我们设计系统带来了非常大的灵活性 一般的情况呢嵌入系统的软件它是需要一个嵌入式操作系统 也就是所谓的EOS 开发平台 这种开发平台呢 对于小规模的 对现在我对于小规模的嵌入系统来说 也就是对于我们这里所说的小系统 它应用程序可以 我们可以不需要这个操作系统 我们直接在新型上运营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需要设计一些大的复杂的嵌入系统的话 我们那个嵌入就需要这种嵌入式操作系统来 进行合理的调度 多任务 管理和利用系统资源啊 创建一些系统函数等等 以及还有专用的扣函数接口 我们用户呢 就可以必须自行选配EOS开发平台 这样才能保证程序之间的实施性可靠性 也可以减少开发时间 保证了软件的质量 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 线数操作系统的 以及所谓的EOS 因为这样一个优秀的EOS 绝对是一个嵌入式系统成功的关键 EOS相对于一般的操作系统而言啊 它具有一些最基本的功能 比如说任务调度啦 同步啦 中段处理啊 文件功能等等 但是作为一个嵌入式操作系统 仅有这些功能是不够的 它还具备以下的特点 第一点 它能更好的 它具有更好的硬件适应性 也就是说良好的移植性 支持尽量多的硬件平台 它可以占有更少的硬件质量 比如说现在有的器件 也可以只占存储器在十几K 甚至有的几K之间 它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能够提供强大的网络功能 支持比如说TCIP协议啊 还有其他协议啊 它具有友好的高效的GUI GUI也就是所谓的图形用户结构 这样我们使用 就是说人机交互的时候 我们更灵活更方便 当然有些系统是要求EOS 具有实时性能的 而且它具有可裁减性 比如说设计成那个微内核的结构 还有模块的结构 嵌入式系统呢 多样性和不同的复杂程度 大家可能觉得很复杂 也很令人困惑 但是它也有很多共性 比如说嵌入式处理器 它都具有总线结构 中断能力又比较强 嵌入式处理器 都是由通用处理器内核 加上外部设备 存入器组成等等 它这些组成上 基本上是一致的 还有呢 嵌入式远转开发人员 我们需要关心硬件的细节 因为我们这个嵌入式系统 是关于一个硬件和软件 相结合的一个系统 很多软件 开发的时候 必须要了解硬件接口 才能进行一个 正常的一个软件 否则是程序是无法运行的 第三点 就是软件开发 可以在内核上编程 当然这些就是特制一些软件 与硬件无关的一些软件 比如我们要实现一些算法 纯算法的东西 我们不需要了解 这个跟硬件的具体接口是什么 我们只需要实现一个功能 我们只需要一个输入 输入数据 我们经过我们自己的一些 开发的一些算法 把这个数据处理以后 然后把这个结果送出去 像这样我们就可以 在内核上进行编程 还有嵌入器系统的开发人员 特别是系统或产品的设计师 必须掌握硬件和软件的 一个综合知识 进行硬件系统的 软件系统的 合作软件系统的 综合设计 第五点 就是说它的软件开发人员 需要掌握 多种嵌入器系统的 操作系统 它的用法 第六点 操作系统变成语言 和开发工具的多样性 比如说 就拿冰程语言这块来说 现在比较通用的是C语言 但是也有开发的一些 比如C++ Java语言 还有一些 当然就需要一些 运行效率比较高的系统 需要一些汇编语言 或者是C语言和汇编语言的 混合语言等等 侵入器系统还要必须要根据应用软件平台和硬件平台来运行 在设计系统的时候 要综合软硬件不同的方面来考虑 还有一点操作 运行效率系统的开发 往往是需要行业人员和计算机人员 体制来完成 就像我们刚才以前讲过的 比如说医疗器械 我们需要生物医电方面的 还有计算机方面的 能一块参与来完成这个系统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迁入器系统的组成 迁入器系统的组成呢 主要是从 有两种方法 我们先看一下这种第一种方法 迁入器的硬件系统 它是由微处理器 还有微控制器 还有数字信号处理器 还有存储器系统 比如RAM和ROM 还有一些IO系统 比如外部接口 电路等等组成 这个微处理器 比如说一些 英特尔的80X86 这个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 最典型的 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微处理器呢 它这种处理器 它是也是一种功能 比较强大的CPU 它不是为了 任何特定的计算目标 而设计的 所以这种芯片 通常是用于 个人计算机和服务器上 微控制器这一块 它和微处理器 是比较类似的 不过微控制器 它是针对迁入器系统 而设计的 它是将CPU 存储器 以及其他外设 都集成在一个 同一片电路板上 最典型的微控制器 比如说8051 这个我们大家也是非常熟悉 这里就不多说了 还有就是数字芯片处理器 比如说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DSP 它当中的CPU呢 是针对快速离散时间芯片 所处理的 因此呢 就这种DSP的 这种处理器呢 就非常适用音频啊 视频啊 包括 应用到 尤其是在国防企业 国防那个领域 应用的比较广泛 比如说Ti公司 还有Motala公司 ADI公司等等 一系列的产品 都提供了 很多DSP的 芯片 切入式的软件系统呢 我们一般是考 是从软件系统 分为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它的操作系统 一个就是它的应用软件 当然这种操作系统 目前的操作系统 也是非常多的 大概有几十种 但是常用的也就几种 一种操作系统 它只适合一定的应用范围 比如说 Windows CE EPOC Linux 等等吧 切入式的开发工 它的应用软件呢 应用软件 我们使用最多的 就是C语言 目前也出现 当然也出现了一种 切入式的C++语言 将来有可能是 更广泛的应用这种语言 另外呢 比如说还有汇编语言 我们使用汇编语言的时候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比如说开发的系统比较小 比如说那种四位控制器 四位微处理器 还有一些 八位的微处理器 它的存储空间是有限的 汇编语言呢 可以有效的减少 代码的存储空间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用于 系统触始化和硬件 有关的代码 这块我们也可以 也可以用 汇编语言来 来进行那个 聊述 还有一些 专门的 比如说汇编语言 它的效率要比 C语言 一次加下语言 这些效率都要高 对一些实践要求 非常苛刻的 我们是需要 汇编语言的 它的开发工具呢 主要它分为 软件开发和硬件开发的工具 硬件开发工具 就有一些仿真器 试播器 包括一些逻辑分析仪 还有频谱仪等等 根据不同的用途呢 它就有不同的器件 不同的开发工具 在这软件开发工具 比如说 我们需要一个 软件开发的环境 我们就要 首先 我们可以在计算机上 将程序编语 然后链接 之后进行定位啊 调试等等 都是需要一些 给软件开发工具来 进行开发的 还有一种 就是说 嵌入系统的组成 这种嵌入系统的组成 我们可以看 看一下右边这个图 它主要是由这几层 由这几个方面 净件层 最底 最底部的硬件层 上面一层是中间层 以及系统软件层 和应用软件层 这四层来指的 硬件层呢 就是 它包括一些嵌入式的 处理器啊 还有一些存储器 比如说ROM啊 SD-RUN 还有通用设备的接口 和IO接口 包括一些AD啊 DA啊 还有 它都是 也就是说它硬件层主要是倾向于硬件 跟我们刚才所说的介绍那种 第一种系统总是组成方式的硬件 硬件部分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中间层就是 中间层呢 它是嵌入式系统硬件初始化 和硬件相关的一些设备的驱动 它是把系统软件和底层硬件部分相隔离 使得系统在底层设备驱动程序和硬件就无关了 中间层的一般包括 比如说硬件抽象层 还有板机知识包 硬件抽象层呢 所谓的硬件抽象层就是 位于操作系统内核与硬件电路之间的接口层 它的目的就是将硬件抽象化 可以通过程序控制所有的经键电路 比如说CPU、IO、存储器等等 可以通知系统操作 这样就可以使系统的驱动程序和硬件 设备本身无关了 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系统的可一致性了 弄到板机的支持包 它是介于主板、硬件和操作系统 驱动程序之间的 一般认为它是属于操作系统的一部分 主要是实现对操作系统的支持 它为上层的驱动程序提供访问硬件设备 计存器的函数8W 使它能在硬件主板上能够比较好的运行 再往上就是软件层 软件层它是由实时操作系统 文件系统、图形用户、接口 还有网络组件等等 这些来构成 其中的实时操作系统 它是嵌入式应用软件的基础和开发平台 大多数的应用软件 都是针对不同的微处理器优化设计的 高效实时多任务内核 可以在不同的微处理器上运行 而且可以为应用户提供相同的API接口 因此它具有非常好的移植性 应用软件型就是我们的应用程序 那这一层也可以成为功能层了 就是要完成我们 这个系统所要完成的一些功能 应用功能 它的主要是面向对象和用户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嵌入式系统 专用集中电路 在这之前我们先要看一下嵌入式系统的种类 嵌入式系统的种类呢 它根据不同的标准呢 可以将嵌入式系统 换分成不同的分类 比如说我们可以将那个 单个处理器 换分将嵌入式 根据它的复杂程度 可以换分一下复材 比如说单个微处理器 这类系统呢 一般就是单个单片嵌入式处理器组成 嵌入式处理器上集成了 比如说存储器 Io设备等等这些设备 它再加上一简单的元件 比如电源啊 适中就可以工作了 比如说这种 比如说贝利普的89LP CXX系列 比如摩托拉拉的 MC68H C05 C08系列等等 还有第二种呢 就是嵌入式处理器可扩展的系统 系统使用的那个处理器 可以根据需要 扩展它的存储器 也可以使用片上的存储器 处理器一般的容量 可能是在64K左右 64KB左右 宽度也就是8位或者16位 当然现在也可以更高的 比如说32位的 这类系统一般 一般我们可以 一般在扩容控制 信号放大器啊 等等这些应用 我们可以发现它 还有第三点 第三类呢 就是比较复杂的嵌入式系统 这样的系统呢 在嵌入式处理器 一般都是16位的 32位的 大规模的应用 软件 它这种系统 由于软件量大 所以需要扩展存储器 一般的扩展系列呢 在召集 甚至有的 甚至现在也可以达到 有的比较大的系统 可以达到G 第四点